和大家分享幾幅圖和資料 看來是很心傷的 這裡說 花了幾千億 在缸和風力發電上 但是現在全世界來說 有82.3%的能源都是來自化石能源 而2022年將會繼續上升 原因就是歐洲那邊 這是2021年 大家看到油31% 天氣24.4% 煤26.9% 黃色是核能 水是藍色6.8% 再生能源6.7% 現在80多個百分比 都仍然是化石能源 這是2021年 它繼續說 歐洲又如何呢? 歐洲被全世界稍微好一點 歐洲依靠化石能源70.6% 小小一點 多了一些核電和水力發電 石油33.5% 天氣25% 煤少很多了 12.2% 黃色那份是核能 藍色那份是水電 綠色那份是再生能源 不過2022年 歐洲那邊 可能因為它天氣少了 但不會多很多 德國和幾個國家已經說 取消了2025年的碳中和計劃 是否是2025年 他們2030年或50年要去到碳中和 好了 這就說中國 中國現在仍然大量依靠煤 54.7% 天氣8.6% 石油19.4% 黃色那份是一樣 應該是核能 2.3% 水力發電7.8% 再生能源7.2% 仍然指責中國 中國仍然依靠再生能源82.7% 但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現在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要給中國時間 繼續建立再生能源 來取締化石能源 接著是印度 劉沙這個人應該是阿拉伯人 所以他可以一樣照說印度 他把中國煤用紅色 用中國紅 印度就轉為灰色 印度怎樣 8.90% 全部都是化石能源 這個我們明白的 他的 克蘭1.1% 水力發電4.3% 其實印度有很多水力發電的潛力 5.0%是再生能源 其他全部都是化石能源 煤56.7% 石油26.5% 天然氣6.3% 今年可能會變 今年天然氣可能會多用一些煤 希望可以減少用煤 這是OECD發展中國家 這裏是全球電力生產 來自能源 那裏呢 阿妹36% 天然氣22.9% 石油2.5% 石油少了很多 0.9%是水力發電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不是0.9% 其他 可能是Bio 可能是生物能源 我們看到了 油就下跌到2.5% 好些了 但煤仍然很厲害 這是說全球的 德國如何 德國依靠化石能源 以前75.6% 發電方面49.3% 是依靠化石能源 用的油很少 所以德國不用石油 也影響世界不多 這是德國的情況 左手邊是發電 右手邊是能源的消費 還有沒有 不過有人告訴我 這幅圖是新加能源的設備 灰色的部分是燒煤 已經在2013年之後 基本上沒有了 你還要一段時間 這些廠才可以取替 所以我想還要 這些煤的發電廠 20年壽命的話 現在2013年才 最後一批 起源 我們最少等到33年 才會退休 對吧 Solar 我們看到Solar的發展很厲害 由2010年只有4% 現在在投資 每一年 只剩下58%是太陽能 風能 風能 就是藍色的部分 天然氣是綠色 綠色已經開始沒有了 綠色已經開始沒有了 然後再加少少黃色 其他 我們看到太陽能 幾受歡迎 這就是消息 我不知道 我看一看做一手資料的分析 才可以用這些資料看 在目前的狀態看 的確是 人類還需要更加發大 多點的努力 去減少依靠再生能源 不是 依靠發石能源 要增加再生能源